10米内淘汰31人 占个人总淘汰数的83.8% 近战的 是的 就是奥特曼在昨天确实是很顶 真的是犹如敌价附体 复合型 而且最后主赛选打的是CTG 不知道 罗哥 关键是罗哥的头像也是奥特曼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是奥特曼里最强的是谁 好像没有最强的吧 女生因为不看就不太了解 我也不看 这是小时候看的嘛 对吧 现在新出的奥特曼有点多 回头有人给我解答一下 美高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当然 这个 最后归咎到一个点就是 你相信光吗 大家还是心中都是都有光的 都是童年嘛 把天把能回到下沉区当中 天路也是在往上沉区当中去飘 本场圈行吧 圈行比较关键 会搭配一个跟行系 比较配套的舒适的一个圈行 我 我给到一个右上角的圈 CCG目前圈内的原住民中心点 那么在上一场当中包括第一场索菲亚都是一圈就嘎了 就第一个嘎的 希望这把索菲亚能够稳稳当当对吧 把机会也是给到了 WCG的话是在这个深山拿了K这侧也是拿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顺位 RBS的Y城也是一个顺位很高的队伍 DSS这边特别 别哥 来拿一下 他目前这个点位也是在一个圈内的一个中心点位 飞天楼 这把也是打得比较激进啊 因为整体队友呢都是在右上角 以及是这个防空洞附近进行搜索 而别哥是一个人在这个飞天楼 其实在这个点呢 如果遇到那种两人这种编制的小队过来 进行排查以及强点 那么别哥可能很难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上局全队的数据FTG 伤害是1333 乘伤是1352 这个乘伤也太高了 乘伤全部归功于吸引 击倒8次 被击倒8次 全都是那波手雷刷的 是的 基于侦探 我给 因为我们是上级视角 就是从上级视角看那个雷的 扔的那个角度啊 因为他旁边不是停了车吗 其实你往车那边 车下稍微去扔 那个雷的余震 其实有机会能把对方炸倒 因为你往顶上去扔的话 你要掐这个顺步 实际上稍微掌握到 更加恰到好处 是我们来看这个伤害的乘伤比 小维斯的话是1.99 角路啊 是11 这把天路的顺位也比较高 在北边来说 除了S层的I7 剩下的就是天路了 而且张德胜在前期的踩位 也是踩的比较开 跟DSS的选择是差不太多的 一个人在前点位 但是我们这个导播老师 对于热门圈行也是有自己的判断 像之前以美兰湖为界 像圣山和歪城的区域的 那种阴阳圈行 走得可能大一点的 基本上往 就这个赛季往北走的位置都没有最后拿到一个决赛圈的一个位置 WCG这把反正也是在圣山K阵整体影响也不大 一步进圈 一步到圈中心 也不能说一步进圈了 可以去稍微的分彩一下 做一些比较小的延伸 风这个时候也开始动了 整体看Summer初期选择位置 应该是在观测坑稍微看看米奇面墨屋 那话这把米奇面墨屋加上公路的双反 都可以去打一波分彩 就往里面扎呢也不是不行 是的 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东部顺位的一个守卫呢 是的 就这个圈形 这个时间节点 因为现在才四分半 四分半你动车的话已经 基本上快接近中心点 其实想扎 可以扎也不是完全不能扎 就看Summer怎么去做选择了 目前原住民队伍都是处于一个分彩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WCG DSS都是在分彩的CCG 包括 有个看能不能抢那个更好的位置 是的 但是呢 就像就是除了战以外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FORM的 点位就是要么就是米奇面墨屋 然后马路双反去打分彩 就打的会比较稳一点嘛 吃信息慢慢打 因为毕竟是周决赛 因为上一周周决赛 整体FORM的分数 它并不是很高 这个这一周需要去挽回颓势 把周中赛的这个状态 带到这个周决赛当中 拍了 要走美兰湖南边 这一片悬崖完成的城头 也进圈了 到了这个学校附近 咖啡楼的位置还能往前继续延伸 它这场虽然数位不算特别的高 但是也能拿到一些圈边相对不错的一些位置 是的 车有点少不过还行 路上捡到一辆 三辆车完全足够 看一下小五 整体17的淘汰数量 小五12个 小鬼7个 速九5个 小北3个 I7 I7的整体运营 就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花样性 就整体 控着边缘 淘汰上大家差不多的 高兴MOSA都是6个 愚人5个 老菊3个 因为上一把整体 I7的分数不算特别的高 也是从北边打出来 只是说后续碰到复位 没有处理干净 而且后点被悟空给被刺了一波 是的 它目前的淘汰拿分率还是比较平均的 是的 这把 I7的站位也是空了大仓 期待后续的圈形能不能刷到北边 而天霸也是绕梅蓝湖以北 可以通过高点山头去观察 包括圣山 因为这个圈形东边原住民会踩的会相对于 会开一点 我这场第一个淘汰 二楼 Hart给放倒 这个应该是防驱出墙 有点远 而且RBS是能开车去救的 不好补掉 是的 队友开始救援了 是就直接开车到警察局 把队友扶起来问题不大 是的 因为在配偶的视角里面 你进了Y城之后 其实比较好的点的选择 其实就是这个彩虹楼 对吧 你进到这个五房当中 出城也能做选择 而且物资也能得到一波补给 17的选择也是选择到了这个Y城的城头 是 拿到这边的一个二层楼的一个位置 先踩住城头的一些角度 吧 17也只能空边慢慢打了 打得不能特别快 但这个防驱的好处就是 如果说圈形往这个深山走的话 后续还是能够抢到一波不错的顺位 天霸 也要金圈 到了深山这一侧 天霸被赶过来 愚人这个防驱要当心 愚人赶紧放枪 示意 这边有人了 MOSTER赶紧去做一波支援 听到这个双鞠的声音 其实可以大概率判断出来就是I7 而且从这个 跳脸图对吧 大家赛前都会有这个 跳脸图被这个I7跳脸自成的 这个航行一出来 能在这个地方的大概的一定是I7了 一般来说就是圈形给到了之后 你通过那个顺位的位置 然后就能知道你前列是哪个队伍的 是的 就很早以前 像在18年19年 甚至是20年的时候 这个作为指挥来说 有一些指挥 包括教练 会甚至会让选手去背这些东西 你最起码你要知道哪个跳点 哪个航行出来 他们跳哪 我觉得这是基本功 你应该做到的 是的 对吧 其实就是你下一步 可能会和什么样的队伍去打团 是的 然后会有一些相对怎么样一个 针对的策略 他有什么样的习惯 是喜欢分彩 那还是喜欢激活 那你这个肯定要做一个体现的判断 这个起码是指挥的一个基本功 是的 就是你最起码八九 你要哪个队伍 你还比一波扎连 找了一个非常刁断的角度 进入到森林当中 这波这个地方 自从改完之后 真的很舒服 是的 好 天鹿探头出来看一看 看一下这边大场的一个位置 他这是对I7有想法 目前I7 就是处于一个分彩 而且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猥琐的 没有说踩出来去抽把 高星跟老军一人一个大仓 打得很稳健 天鹿是四人圈来了 的话有小鹏的架枪 那近点的 盛是直接绕到了反坡 想通过这个大仓的侧翼去找一些角度 那小鹏继续在这个高点去点人 是的 他已经把这个双仓围成了一个圆 张德胜一直在绕 这不可能要找几乎进攻了 我们看一下盛的话 已经是绕到了这个港亭的位置 而且这一波 其实张德胜只要埋住 等待I7后续的回源 如果说圈过来 鱼人跟Mosser如果要过来集合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张德胜买一手 张德胜这个时候 其实只要不出枪就行了 等着 是的 还是要看这个二阶段的圈形的一个情况 那看一下I7的一个打算 马上来了 这个圈同心园 那这个位置就没有什么太多抢的必要 是的 但是要看I7座的抉择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拉开了 起码是要拿点淘汰走吧 是 那天鹿肯定也是想的是 我这一波要 至少要搞你一下 DT也开到NHP脸上了 这一波就跑不了了 是的 NHP也没给任何机会 DT瞬间被打 只是SmallCC一个人 节节百退 这个是没办法 去拿墙顶 不给机会 关键是这一波 NHP倒地的人呢 只有一个 而另一边I7就是遭埋伏了 高兴跟老球这边失手 天鹿就是个死路 如果说这个圈 他刷在 湿南这一带的话 他处于一个中心点位 我等你后续I7过来的人 过来的集合的时候 我把你吃掉 对的 然后不然的话 这个圈不在 那我就把你大仓两人吃掉 我至少拿两个条来走 是的 这不是天鹿雪传 然后另一边 FM是进攻到了洋玩院内部 这个雷 没有扔进去 雷军继续弹了一下 SOMER在一楼防守 赶紧上二楼 正面SOMER没顶住西域的出枪 找机会 小海再侧一把SOMER打掉 这样的话 SOMER应该是有机会去扶一扶的 FM打进 其实要稍微的冷静一下 不能一步all in 慢慢来 小海一个人顶不住啊 哇 刚出来 被奥特曼抓了个timing 小海倒地了 FM不剩两个 是因为 看了一下 FM的站位 后两个人其实还没动 就小海打完第一波 将四巴迪补掉之后 要稍微的拉一拉 不能持续进攻了 因为SOMER也是倒地的状态 前点外没人帮他捕枪 无法救援 这边只能退守到防区之中 是的 FT级还有一些进攻的空间 我感觉这一波夫人的决策 应该是去养老院里面摸人 看能不能摸掉一两个 因为后点的应该是小路跟 112应该是在后点 在这个双方去架牛Happy 他就怕牛哥过来 但没有想到这波防区的反击很快 甚至马东西这颗手里 是直接将112炸倒 还要找机会扶人 烟雾当中虽然看不到太多的信息 看到了 看到了 这样的话感觉没机会了 小路旋然很残 直接锁定了位置 往前去拿手雷和火去排 2楼也封了火 有人在1楼的阳台 想想这波夫人的决策 是出了一点问题 是的 这一波人被补掉了 最后是一个局部的三包衣 很难处理了 投资物也非常充足 不断地去排烟雾的点位 小路是选择直接卡在阳台的一个位置 打药 但是可惜 这个没门 没门没准还能来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 FORM可能是想通过NUHAPPY在跟DT接架的同时 抓一个时间差 找机会向FTG稍微地处理一下 因为NUHAPPY当时因为还要回去救周平岩 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劝架 我觉得有可能是FORM应该是有这个想法 不然的话我感觉这个时间点你去摸养老院 你就没有道理去摸它 他最近的一些思路 他会想提前做一些事情 是的 而且你两个人去摸 就是本身 从战术意义上来说 你打了一波一换一 而且三本还没被补掉 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打的话 你后点的必须得拉人上来了 我们先看这个圈形 给了一个左上角的回切 RBS吃到圈了 这个武方可以不要了呀 直接去警局跟法院会合了 赶紧溜呀赶紧会合呀 WCG也在去抢点 WCG应该是抢到那个监警房 而另一边CCG好像是拿点的同时 小童在车上被打下来了 爱琪目前只剩鱼人 这个墓房看能不能顶住 这个墓房其实要吃香仙压力的 而北边只剩天鹿一支队伍 天鹿想要去处理 爱琪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不吃香仙 拿了导人的信息 直接选择全队往这个房去去扎点 这边愚人竟然是放倒了阿同墨 但是看后续的队友能不能补上香仙 把人给补掉了 天鹿是一个个去的 这个就是你协同没做好 刚刚看那个是车队 这个前后车队 哎呀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天鹿来说 这波其实失误太大了 就亏的 嗯 他照理说应该是无伤冲下来 对 被补了一个就太伤了 而另一边悟空跟DTT 在五方依旧是没打完 因为在之前 RBS把这个防区放下之后 两个队伍其实都有信息 七五一颗雷将柏梁给炸倒 今天就在防护当中 一个开门的折角头之物 这个雷炸残了 七五想去拉枪 但是血量太残一滴血 直接被补掉 跟枪也没跟上 哎 天鹿地686的子弹也没了 啊 被操作了 哎 还有拉枪的空间 完了 完了 这一波被麻美丽 直接秀麻了 正好所有的位置都都 都在一杆枪线之上 就是感觉打得太冲动了 就是你人 已经锁定在这个防区当中 而且七五五是一滴血 想要去拉枪去搏一下 让后点的人去补枪 但是天地地一把686 喷空了 给秀到 对被这个麻美丽 直接秀麻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 协同出现的问题啊 没打好 这个20外侧圈边是STG 要往前去拉一些位置 他正好是处于圈边 那个角度 天霸是开车 直接卡住了土路的这个侧椅 看一下这一波 圈形的走向 STG的选择 是要持续的往前去放枪 然后往前去推 但是天霸目前是选择了 这个小马路的反坡分采 他火力病的集中 看这波出枪能不能拿一些淘汰啊 国态车已经开圆了 STG跟天霸这波打的话 天霸会找机会取得推分的 TG要走了 他这波打的话 其实位置是不太舒服的 没错 高点都被站住了 STG找到一片防御区 这个寒警防没人 直接 助渣 也不跟你打 另一边 这把FTG打也很凶啊 直接开始推进 找牛哥麻烦了 换身被打掉 但是马东西是被周平岩放倒 正面三倍前一波 压销慢顶住了 但是原点的出枪 DSS从中干扰了一下 奥特曼也倒了 FTG从最后一个 嗯 是的 不然这边的话 只能往前再推了 反坡的位置 New Happy 这个角度 还能小心会扶人 并且是有人加枪的 难难收割掉最后的分数 好稳 New Happy能保持四人满边 FTG要换一个角度去推了 而另外一则是Pero 好像是天露 小鹏看到Pero的脸上了 另一边 CTG和STG STG应该是直接选择撞防御 CTG只剩索飞亚一个人 这把倒是没有第一个被淘汰 但是这把能操作吗 艾柳已经被击倒了 赶紧上车自己被火烧了一下 一打二 看看Sofia能不能操作 还剩波波跟菠菜 一个低炮雷 应该是炸残之波 应该是波波 招了那边去扔雷 那是自己扔投掷物的这个台名 被菠菜抓到了 就是因为Sofia扔的投掷物 扔的雷有点多 自己的声音没听到 好像这个菠菜大脚步贴到自己的脸上 有四个人在这个平方 天霸直接是一脚原本往这个歪城的城口去扎 你们知道了远处很多的枪线 炮倒地 但是风炎可以拉找机会救援 但是17这个火一扔过来就很尴尬了 我觉得天霸来这个地方呢 其实无非就是 哇 这个雷 解一下燃眉之击 给你后续出身怎么办 对吧 是的 但没有想到现在是火烧眉毛了 对的 17这波态度很强硬啊 只要你过来就不断的拿手雷去扔你 并且这个手雷是造成了双响 农测哥还能救吧 只能说解了一下四圈的燃眉之击 就是找到一个地方能待 但是你后续出身怎么办 对吧 RBS这个高点这个警局的枪线 以及旁边满边的17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 17也是考虑到下一个圈形 我肯定要跟你填巴打 那我这个时候如果能造成一些损伤的话 下一步如果要再从这个城口给你推的话 我的优势会大一点 是的 这个时候是提前做了一些开枪的动作 毕竟17能出城啊 17卡了这个Y城C字楼 去港亭出城都很方便 不像天霸 天霸怎么办 天霸 这把就比较难了 他这个是前有17 后有perol 旁边还有个RBS 就看天霸三兄弟能不能推出来了 对吧 这个确实难度也比较大 地形上是有难度的 DSS这边在防徐当中 是的 目前是在圈形的南侧 现在飞天楼北边 就是中心点这一块的地点坑 也没有队伍去扎 女孩比空的边缘 看一下五星的刷新 Y城是迟早是要被排走的 就这个地方 目前Y城里的房区只有RBS在圈内了 是的 走也还行 位置也比较舒服 天霸面 你能够先上一把 就是上 本局 I7差不多 就都在这个木房 你出不来 就这个坑 换身一马当先 换身坑没人 兄弟们快来 主要是牛海比在前面的时候 这个载具 不是特别多 现在是只有两辆车 Pero这个小平房 已经被刷走了 至少在圈边 离圈的位置不是很远 Pero反而是可以通过围墙贴个边缘 他倒是能混进圈 圈边圈内 天霸怎么 我现在担心天霸这个圈怎么处理 先拿分吧 有多机会把分开了 天霸上扰 就会往圈内撞击一下 但是被周边不断的枪线骚扰 最后也是被瓜分掉了分数 是的 没有成功的进来 STG这把真的是打得也很稳健 他的目的地好像要往中心点去走了 那个刚刚看到New Happy的那个车辆行 他肯定不能进那个坑了 旁边那个平台 小平台能在是能呆 但是得驾车阵 是的 那边有个石头 还能够夹一个比较好的掩体 是的 而且这个枪声呢 这个车声呢 也是吸引到了New Happy 但是由于高点这个警局RBS还在 对于New Happy这个威胁也不是很大 STG不太能踩出来去抽把 悟空反正他过了马路之后 他有个坑可以踩 天霸就不要腿了 跑男打楼子跟贴了过来 到了这个警局楼下 想拿头 但是高点是有人测线也有人 这个我感觉龙斯柯这个位置还占不久啊 近面龙斯柯在一楼找到机会 将Hertz给打倒了 想着雷 对方 第一时间也救不了 二龄斯柯也是贴着围墙边缘对法院进行的攻击 这波一楼一岛灵术也能贴过来 对 这个里面只剩19一个了 二龙斯柯的背后Pairl也贴了过来 这个实际抓得很好 二龙斯被两对同时夹击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你打了分彩吧 你平方一个满边 屁股后面一个三人编制 你同时贴的话 两边都要去接两个不同的队 对我这个是很难的 哇这个M给放倒 是救取 RZ是直接ST上线的 目前ST 说的毕竟是有优势 只剩567一个人 SCT还能救 RBS现在两个自顾不暇 是 两边同时来人 根本就 求这个头 啊 直接跳了下来 这一边STG 波菜是把567给拿下 我STG周决赛打的是真好 总是能够在决定当中找到机会 这不是这小刚刚对我会合 他感觉自己在这个上面 没有什么用 本来是在架枪的 是的 架也架不住了 楼底已经被抢占了 而另一边 防血流了人 三兄弟要去过来清理STG 双方都已经知道 对方彼此的存在 DSS想抢这一波 看一下这个手雷 扎了一些血量 别哥今天不是二倍进M4 换成二倍进的762 灵术拿 M4给爱留 这么远给击倒了 不过手雷远处 这个是长龙的处手将拨拨 给放倒了 这个位置毕竟你肯定是要吃陈内枪线的 还剩他一个 因为DSS打完之后 还能往那个反坡退守一下 这个位置还能踩 那么回到 警察局这一带的话 因为圈形已经刷走了 四倍进M4吗 哦呦 因为他是要打近战 所以说 换了 这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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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度 挺刁钻的 他的落点落的是真的是算得非常的准 是的 一个高射炮啊 雷树要出来这个点应该也被架死了 蓝树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雷树没问题 早在这个弓里面已经跑了 取身被左子权给放倒 最后一个19啊 位置被锁定了 嗯 换一个角度 从这个地方跳下来 应该也是 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踩了 哎 正好没有人看他这个过点吗 全部助力放在17那个方向的脸上 嗯 被19贴了进来 这个时候如果倒人的话 就真的 是太亏了 17主要是给的压力太大了 这波拍摄要动了 蓝圈 蓝圈在自己的屁股后面被拔挨了 完了 19M超线 一个被拔了 哎呀 又打了 17在处理Pero的同时 拔到几乎一次 17打得抬不起头 但是这波手雷的伤害 也是让Pero给吃刀了 是的 在放那边 但是牛黑 表皮来了 这个波要抱一把的一箭之仇 是的 我俩角色互换 这把牛黑 艾米是抓得非常的好 也是压制了过来 安吉总明明吃了一枪头 一滴血快跑 但是悟空不给机会 现在悟空要选择压进 New Happy 原点 说了名 第一 两个战场 北边是DSS 南边是悟空跟New Happy 但是New Happy先救 马云龙 你妈没问题 连打了 冯冯跟特别倒了 原来是石头的加持 是的 有石头 我马哥就是神 而正面 马美丽放出了 南南 又是出枪 马美丽 但是换成了一颗 没有给马美丽任何机会 但这波女孩皮是倒地两人 正好蓝圈已经贴了过来 确信是往左 左侧的一个切圈 是的 小虎跟Coco 换成 还有一个 这波女孩皮 先被解决 是的 这个火太致命了 全部都是独狼 一打一打 是的 那边扶 还在场上 面对李白 是物啊 白了 等一等被白了 是的 没有投掷物了 现在不是找自己最少 我比位扫那个 马哥趁身追击 知道你残血 但是自己子弹不多 悟空也是趁了百日扶了起来 目前一打一 这波打完之后 独狼还要去解决 隔壁两个 你妈哥 又回来了 这波赶紧舔一点子弹 二打一 虽然说状态很顶 但是悟空这边 同样也丝毫不差 优势 而且像悟空有投掷物 他两个雷 是的 而且刚刚马哥身上是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舔到一些补给 如果说拿到一些 没有 这个他没有拿到伤害 但是他头甲状态保持的还行 反正这个局势下的二打一 难度还是很 而且悟空他选择抱团 不可能说我给这个 然后单 让你去 一重 这个可能 这要抱钱 夹就在你的 考虑什么 是数字吗 马哥开始反绕了 这个空头箱 这个空头箱是被摸 能不能 然后他还想绕 他感觉悟空去摸他了 看到一个包 怎么说 哇 很紧张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不要浪费时间 其实这个雷扔出去 马哥应该知道 悟空去另一侧去摸他了 是的 现在小伙在排那个废车 是的 感觉废车后面可能有人 赶紧绕 现在就是在马哥的视野里面 因为对方是两个人 所以说有可能 有可能是有个点 有个人是买点的 所以说对于马云龙来说 还是要打得稍微当心一点 但其实对方是两个人一起去摸牌的 而且这一波如果他排完飞车之后 马哥可能会绕回去 对 就这一波他毕竟排过了 那可能给你 让你信息重新收集一下 就这把响吃鸡 马云龙一定要做一击必杀 打拉扯打不过 对方比较两个人能服 很难 真的很难 是的 这把马哥的手感很好 二圈的这个方向也是给到了悟空这个角度 好 悟空在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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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哥还要考虑的进出 圈的问题 嗯 那找到时间悟空也是把能量打满了 他只是在这种边缘游走 反而是让悟空浪负了一点 投注物 对吧 悟空在前面也是扔大概两到三颗雷 去排了一下发现没找到马哥的身影 现在我觉得这个圈刷 悟空应该是有所提防了 反正他看了一下 现在就是废车能利用了 就下一个圈内 就是废车能一块的 虽然刚排过 但是悟空还是放在这一带 能去到这也没多少 他把这个顶坡这个位置全防死了 马哥看能不能找机会 现在是反摸 说实话 这个想吃鸡真的太难了 前面觉得反坡能看到吗 看不到 现在对方还是在反坡后面 没有露出来 打了一波防守 马哥极致空面 看那个中匹 出枪了 秒了 秒了一个 学轮还行半血 他要换角度 吃打 马云龙 哇 马云龙 哇 这是什么 我惊了 QE的 连续飘头枪吧 我惊了 马哥 真有你的 13个套戴拍了 在决赛中也是吃下一击 马云龙 创造历史 真的 这个决赛圈非常难打 呃 这个局势 就是我在当个六阶段 我都不可能想到是拍我吃鸡 对不对 是的 呃 这个真的是太顶了 一个 一个是他六阶段位置 也不其次是他这个局势空的二打一 他的那个 一个是物资状态和他那个位置 真的不是一个能吃鸡的状态 这个高光点进去 是的 太顶了 马哥又再一次创造了奇迹